感謝各位 讓我有這個機會來說明一下 剛才議員說的 聽過一些議長的轉述 說一些新聞 問過程的議題 論心說 真正在問犯人 這不是說 議員是跟我說是政務人 如果問過程 跟我們當作犯人問過 所以這個政府也覺得很不尊嚴 現在我也在表達一個 抗議 再來就說 對我 我現在就說 我的感覺 政府都說 對我 是一個共產黨 共產的國家 或是真專制 請到他 請到一個理由 就要跟你聊 一次去看 我看起來 我們這邊也差不到這個 只差一個說 用一個民主 民主 用一個 你看 大家過程 水平 他們自己的民主 他們自身的民主 方式 把我們抓 把我們扳 把我們扳 所以我覺得 像這個過程 真正是 尤其我所說的 事實就是 人家會說 要跟我們請 請去調查局 說實在 立這個反滲動法制的主委委員 我跟他說 第一 國家的認同 你們這裡 我以為 無朋友才有 也無朋友才有 旗賺的離婚才有 我有兩個學生 都是這個軍人 一個是在 台灣 一個是金門 然後是這個 現在這個 軍隊的福利 不是說 沒多好 還有這個 戰爭的氣氛也很高 我也是一樣 跟我的小孩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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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研修自己的位置 我也沒有叫他們說 就讓心情提供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一樣也是要補給我家 就是我教到我的小孩 今天 我們這次過的學問 我跟我說 事實來說 就是說 我看到是社區的交流 在那裡 其實我看到 有些人的社區 人的 要怎麼說 讓我們的這些機靈 生活更便宜 所以如果有一些食肆 就有些食肆 給這些機靈 要做什麼 在辦什麼 做什麼 都很方便 很便宜 相對的 他們 他們也是要問我們說 我們詹姆這個關火之典 他跟我問就是關火之典 關火之典 關火之典 要怎麼說 成立先 詹姆這些老人 這些中培 你們在這個課程 你們要怎麼做 跟老人這些 是怎麼做互動的 課程的安排什麼 我跟他說 他們也很想學習 他們想要看到我們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說 我就說 我就跟他交流一些 跟我們架口的過程 我也想要教他們一個 簡單的手作 這裡是一個交流 這簡單是一個交流 就我為什麼會 會扶到 怕會扶到這樣 所以我都很不尊嚴 我也希望說 我們這三位 我們都去中央 我們也可以獎庭 給我們議長所歡迎的 這幾個人的進步所在 也可以把我們政策 讓我們的社區進步 我 很愛我們這個國家 也很愛這個土地 我怕我的理念 我希望大家都很平安 不要有政經 好 謝謝各位 我再解除一下 我被帶走 被帶走的狀況 就1月1號說完 在1月2號 因為我們本來就約好 就要在入口 幫忙在入口 不管幫誰站入口 就是我們義務性的幫忙 當做志工一樣幫忙 站完入口 拿著順便掃接 那也是義務性的幫忙 這個是我們自發自信的 沒有任何的 什麼的 什麼什麼 他們上面講什麼狂 我完全不懂 才講了走到一半 就一個人打電話給我 請我上車 上車之後才說 他是刑警 然後給我一張單子看 我只是站個入口就要被帶走嗎 這也實在太可怕了 這台灣的政治弄到這樣嗎 他當然有調查我們的資料 看一下我們的手機 然後他聲稱 就說我們是證人 是做證人 在做筆錄 可是在筆錄中 問一些奇奇怪怪的話 我覺得很可疑 這些話真的是證人嗎 好像是嫌疑犯 幫我們當白癡一樣在問 我們不是嫌疑犯 你竟然把我當證人 就要當證人的方法來對待 不是當嫌疑犯 涉嫌 涉嫌什麼 我真的打不清楚 我不是涉嫌什麼 我站個入口出來 就做涉嫌 我就覺得這讓人很氣憤 台灣幾乎每年都在選舉 所以高官們 就今年選得特別難看 在我經歷里長的位 四五年都沒有問題 只有今年選舉這個情況 我希望因為這個元素 就把我們當作政治犯來看 當作嫌疑犯犯 當作賣國來看 我希望高層有沒有一個解釋 所以我趕快馬上拍起來 然後跟區長講說 我被壓了 我不知道誰壓我 我說會不會回來 我不知道 我真的對他這樣講 真的是很可怕 說他有出示警察證 但是我必須要一定要跟著他走 這個是一個很恐怖的一件事 然後我早上九點就到了 結果早上九點問了一大堆的問題 我覺得那問題也很匪夷的說 我是如果在場的每一個人 如果他的問題你回答了 保證你們都是犯罪 他直接問你 你涉嫌選罷法 涉嫌反滲透法 然後怎樣講 然後接受路方去招待 那每一個問題 基本上都是陷阱 從頭到尾 我承認了 我確實有去廈門 但是我並沒有違反啊 他上面的題目 就直接講你是違反的 所以我回答是的時候 表示我承認我是違反的 選罷法 我說我沒 不是的時候 我事實上我有去廈門 可是他的題目 整個都是陷阱 所以我們其實每一個理想 都聽不懂你在問什麼 說你可以再說一次嗎 那所以表示每一個問題 他基本上只有 是跟不是 但是事實上 我們每一個人都回答三個 第一 我沒有違法 第二 我沒有接受招待 第三 我確實有去廈門 所以我到底要怎麼回答 我要回答是還是不是 然後問了一大堆 那個都是陷阱裡的問題 我覺得這真是一個 很恐怖的一個選舉風趣 這個真的是此風不可掌 像與其這樣 像據我聽到的很多里長 就是被被完 調完之後 大家都不想 不敢說出面來講 那我們就默默的幫 也不敢跟某個政黨支持 每個候選支持 那其實他其實就是 背後就是在隱藏的是 讓你們警告你們這些里長 不要亂站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 機能對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在這附近下 甚至下 身體健康 超級消防禦 放棄 隨時委員會